嘿!大家好! 嘿!拉法早安! 早安~~ 早安~~ 今天是我們的拉牙talking show第二集 拉牙talking show 我們今天是拉法的滿周年 那滿周年當六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說好不容易要認真 欸拉法今天滿周年 我們要準備開始問問題了 天啊 好我們直接就切鐘錄了 不行我笑到一個不能自己啊 好啦那我會代替大家把問題送給拉法 讓拉法親自回答你們 那現在最主要因為今天拉法是滿周年慶 那我像我個人我就很想要問說 拉法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實況呢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實況 這個 這個 因為我之前是電腦工人師 專職 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工作就很無趣 然後呢 我就看到了很多實況主 但是裡面讓我最喜歡的就是老皮的實況 所以我每天下班我就很期待老皮開台 然後看他的實況 然後在他的實況中可以疏解我今天上班的壓力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這樣子的歡樂帶給大家 開始慢慢的走向這一步 然後慢慢的把工作的重心轉移 然後為開實況做好一個前提的準備 對 哇你不說我真的不曉得耶天啊 所以後來我決定 我要離職 然後找一份兼職的做 把重心放在實況上 天啊 我看你當初應該下了很大的決心耶 對啊對啊 聽完Lafa講這些 突然覺得我自己好混喔 OMG 喔對我這邊穿插一件真的很恐怖的事情 我在這邊遇到的 嗯 就是啊 那個 有一次 我在 我半夜出去買東西吃 然後 就有一個人 他好像 他是我同事的朋友 然後 因為他是日本人 他就 在那之前就是一直說想要追我 然後就一直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然後有一天晚上 就是我回到加州 就是我出去外出 買東西吃的那一天晚上 回到加州之後 有人在敲我的窗戶 我的窗戶是落地窗 然後就一直叩叩叩 然後在那邊 喔喔喔 在那邊喊 然後我本來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我就打開發現他站在我的窗外 等一下你家住起來 然後我不敢 一樓 我在一樓 如果我想說如果你家住10樓 還可以站在你家落地中敲門 欸那太恐怖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拍鬼片啊 我好吵 你這個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去開門 而是先拔腿而跑 我先把他踹下去 他就說 你確定你可以踹得下去嗎 可以的可以的 雅雅是很兇殘的 哈哈哈哈 結果咧 啊後來咧 後來他有繼續騷擾你嗎 後來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我的門是開著的 但是 好像是RC吧 我開著RC 跟我朋友一起在玩遊戲 結果他就一直敲一直敲 然後敲到就是 朋友都在問我說什麼聲音這樣 然後就說沒有 有變態在外面這樣 幹好恐怖喔 超恐怖的 所以在 他這樣的行為持續了多久 呃 好像叫到隔壁鄰居報警吧 好像叫了大概 至少有30分鐘以上 太恐怖了 可是他卻知道你的家 對他卻知道我的家 這次好恐怖的 哇 太厲害了 為什麼你都會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 就是體質欸 因為我媽也知道 好恐怖喔 你確定他們真的是人嗎 是 是人啦 你摸得到他們啦 OK的 喔喔喔喔 你要不要摸摸看 我不要 欸我看到就是有觀眾在問你說啊 你什麼時候要辦見面會 哈哈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不是一個人在問 我們可能就是 辦一個 活動 它不算見面會 就是純粹活動 就 就大家一起出來 我們來去唱歌 去KTV包廂 就是活動內容可能 我會想要再想一些 譬如說這是 呃 抽禮物啦 或者是可能準備一些 像是桌遊之類的 好 那就這樣決定好了 就是等我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好好的你辦一下 如何要辦我們兩個 聯合見面會 哈哈 很多人都在問 拉法今年幾歲 我今年幾歲 對 今年幾歲 我常常都跟大家說 我年紀已經三開頭 七年級生 然後 過三 所以年紀大概 就算得出來了 自從拉法開始實況之後 年齡就停止生長了 嗯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我的 我的那個 聲音跟 長相還有年紀 是不成正比 對 你長相 過三的人 你長相像 二十幾歲 聲音像 十幾歲 所以我才不太 不常開視訊 這樣 不會啊 我覺得拉法還蠻 就是他開視訊說 我覺得啦 可能他比較合我的口味吧 我覺得他長得蠻帥的 哈哈 謝謝啊謝謝 不要無言 謝謝啊謝謝 我看到你的觀眾說 過二十五歲被長輩逼混 有些親戚是好心關心你 希望可以看到你 痾 結成婚姻 然後他們自己 看到你幸福 他們也心裡的task 他們是出自於家人的關心 可是有些親戚是三姑六婆型 整天在那邊問你要不要結婚 啊問爽了 就算你今天真的結婚了 他也不會來參加你的婚禮 那種人就會很堵爛 就根本問爽了 對啊 而且那種人喔 我在這邊奉勸大家 如果你身邊有這樣子的親戚啊 你一定要跟他要 他家的地址 全名 還有他家所有的人名 你要跟他說 好啊沒有問題 我結婚齁 一定 發息帖給你 你一定要來 然後跟他說 你在這邊 先簽名留地址給我 我要寄給你 你的地址在哪裡 就跟他講 叫他一定要來 不然整天在那邊問說 你要不要結婚 然後發息帖又不來 那你問個屁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天啊 那把爆炸了 哈哈 真的 所以這種好心超多餘的 唉 你們家有人問我說 那你覺得芽芽怎麼樣 喔 芽芽怎麼樣 芽芽很好啊 芽芽芽非常棒 個性牽合又 配合度又高 欸這樣講配合度好像怪怪的 配合度好像怪怪的 怪怪的 配合度是怎樣 是要做什麼是不是 就是 契合度很好 契合度 對對對 好好有興趣喔 那個 拉法你有興趣跟男生在一起嗎 當然沒有興趣啊 我喜歡的是女的 謝謝 籌把手教學 真的 籌把手教你怎麼練肌肉 你說是要那個 練完快打炫功嗎 然後他說 我要努力 我要尻出 我要努力的尻 你要努力尻什麼東西 我才說 我所以才說我講話很容易被誤會 因為我剛剛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我真的想法是就是 快打炫功那個手把 大家不是說 要尻大絕尻大招嗎 所以 在那個 遊樂電玩場裡面的時候 我就會跟朋友說 欸 阿你還不趕快尻出來 真的假的阿 真的 年代不是這樣欸 我 你們會講 還不趕快尻 對啊你就說你的大招為什麼尻不出來呢 你就是這樣子尻就對了阿 你要尻多久 真的 真的啦 我真的不是在講黃色 真的是這樣 我那時候 我們去 遊樂電玩間的時候 同學朋友 都是這樣在講話的啦 比如說什麼 對啊 我們要尻氣功 那你們就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那你們不就 在那種電動玩具間 欸趕快尻 趕快尻 對對對 你說真的 真的 對 對 超特別的 因為像我的話是講 欸放大招阿 為什麼不放 對啊 你很弱耶都尻不出來 你很弱耶都尻不出來 好鬧喔 不過有一次是蠻好笑的阿 有一次就是在電玩間那時候去的時候阿 那時候 就覺得說 哇好久沒有去了 想要進去回味一下 然後就大啦啦的走進去 然後想說 會不會遇到什麼同好 可以交個朋友 然後 那時候正當有一個男的 就突然面向我 直接因為我剛從門口 店門口走進去 結果有一個男的 馬上從店內走出來 然後就這樣 靠著我很近 然後拍我的肩膀跟我說 先生 你石門水庫沒有拉 等一下 我以為 我以為他是要靠近你 跟你說 欸我們來打一場 這不是 這不是 小事欸 天哪 我就馬上衝到 那個 電動間的廁所裡面 拉石門水庫 哈哈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那個 天啊 我從此之後 就跟那個事情 印象深刻 那已經是好久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大概是我這輩子 最丟臉的時候 嗯 那 有人問你說 會玩 模擬器系列的舊遊戲嗎 現在出的新遊戲 我都已經玩不玩了 我還跑回去玩 模擬器的遊戲 那我是不是 我還要不要睡覺啊 直接從24小時變成48小時,再變成72小時 對啊你想想看,一般遊戲我都已經玩十幾個鐘頭了 在扣除掉睡覺八個鐘頭 我一天24小時裡面就已經有十幾個鐘頭 都是在現在的遊戲上面了 我拿來的時間去玩舊遊戲 是的,也是一樣遊戲的問題 有人問你說Lava喜歡玩RPG類的遊戲嗎? 我很喜歡玩RPG的遊戲 跟金銀類的遊戲幾乎是同愛 那我那時候有一些遊戲就是 它的內容導向真的是非常的令人 小說情節,哇超棒 我跟你講那個我大概破兩三次以上吧 意有未盡啊,真的是意有未盡 其實有人就是在說 你可不可以多玩那個傷害世界 那個我剛好沒有看到耶 因為我玩Hunter World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我的台人氣第二次高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蠻多因為Hunter World加進來的觀眾 阿西的人數啊 每天都是最少都十個 最多暴增到23個 那就可以想想看二十幾個人在阿西裡面 同一個群,那時候還沒有分停到 同一個群裡面 然後 然後 蓋家 搶劫資源 然後 收集資源 然後 那個 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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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誰在哪裡 然後 遇到什麼狀況 家裡有被超家了 就馬上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做 蒙在家裡面的人 就馬上說 超家有人來超家快點回來資源 就大家 五六個人就全部衝回家守家這樣 所以那時候也玩得很瘋啊 那時候為了抓資源 然後那時候想法是 因為大家既然都 喜歡玩這款遊戲 可是因為資源缺缺 人太多了 資源根本就入不付出 所以我都會熬夜 熬夜挖資源 那阿妮那時候也很好笑 阿妮也會因為 幫我 挖資源 還有那個 還有8511也是 他有會 這兩個人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都會留下來幫我挖資源 半夜大家都下線 休息 我說我不行 我要累了 我累了我要睡覺 可是他們兩個人會 有時間的時候 會繼續留下來 哇 哇整夜的資源 我上線一開的時候 哇靠那個倉庫是滿的 我那麼超傻眼 我就想說 哇 超厲害的 然後還有那個 亨利也是 他也是資源 超猛 他也是哇靠 超強 也是我睡一覺起來 倉庫是滿的那種 我就覺得 哇 我自己玩一個晚上 倉庫都不會滿 然後我可以 連續 挖個石頭 連續 挖三個小時 挖鐵礦 挖兩個多小時 我這毅力真的是超厲害的 我真的超佩服 哇 強爆了 好啦你聽你知道 講我好想玩喔 傷害世界 我們改天這句看一下 嗯 拉法超市的那種 突發意外多的 冒險生存精靈類型的 對啊我也覺得他很適合 會很激動 像有人就說啊 就是想要看你卡關或嚇死 哈哈 哈哈 對那個就是屬於 好壞 他是屬於 被虐待狂行的觀眾 那不過好家在啦 我是屬於有點偏抖M性質的實況主 所以呢 遊戲越難玩 越考驗我的智商 跟越考驗我的耐性的時候呢 這款遊戲 我就會越花時間去玩它 你的觀眾 問你說原位內褲給嗎 哈哈哈哈 好髒喔 你這麼髒啊 到底要up 原位內褲要幹嘛啊 天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原位內褲喔 那個 你很簡單啊 你就自己的內褲穿一穿 然後放 放三天不要洗 味道都是一樣的啊 不用換內褲 就不要讓我知道你是誰問 真的 我怎麼覺得好像九萬啊 欸不可能啊 九萬那怎麼樣也不可能問這個問題 還不好 他 他有自己的那個啦 我其實對九萬還蠻了解 呃 問一些比較實際的問題 因為有人問你說你的實況 畫面出來畫質是多少p 我的實況畫質都是調720p 但是因為上傳沒有調很高 上傳 我上傳大概都只有調1000上下而已 其實我上傳不會調很高 原因是因為我知道 很多人看台會有一些網速的問題 雖然我可以上傳到1080p的網速 但是也沒有調到那麼高 我都只有720p而已 好 那我們家拉法的實況台 掛台的話會有點數嗎 會有bug點數 那你的bug點數之後 會有打算送遊戲或者是點數嗎 嗯 這個部分 送遊戲之前有送過那個 Don't start together 但後來我一直沒有在增加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我也沒有多於 太多的錢去買遊戲 純的送觀眾 第二個是我不希望大家是為了 換贈品 才來我的實況台看台 我希望大家在看實況的時候 都是報紙的開心 輕鬆愉快的心情在看實況 那積分只是對 觀眾的一種回饋 累積到多少積分 然後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當然就是 我的回饋是一種感謝 難怪我要放簽名照 簽名照 簽名照 沒有價值啊 可是有收藏意義啊 為什麼 因為你收藏之後 你可以拿去驅鞋 避凶 你甚至貼在你的電腦上 還可以讓你的電腦 保證電腦安然無餘 對不對 這種附加的收藏價值 才較有意義嘛 對啊 我是綠色乖乖 真的綠色乖乖 欸拜託工程師超有用的 真的 每次客人打給我的時候 我都還沒有跟他講完 還沒問完他的問題 他電腦就好 他只是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欸工程師 我的電腦有問題 然後過不到五分鐘 欸我的電腦好了 所以貼我的照片是有用的 我跟芽芽怎麼認識人 這個應該讓芽芽自己來講會比較好 喔沒有啊 我其實是拉法的粉絲 就是其實我在拉法的台已經 只是我一直都沒有 就是跟他打招呼 然後直到有一天 好不容易出生跟他打招呼 然後拉法就發現我對他的台最很久 好 那我們繼續下一題喔 洋洋現在在嗎 洋洋 洋洋在阿 好 就是接下來這一段 是我從拉法那邊得知的 他說 就是這一位觀眾說 我雖然才剛跟台 不過我終於找到事情做了 非常感謝你們 他這邊指的你們是我跟拉法 他說因為他在家裡面每次都很孤單 然後也就是跟隨了拉法跟我的台以後 他說他本來就是想要跟別人一起玩遊戲 所以才來找實況主 但是因為其他地方沒有什麼緣分可以讓他認識到一些有玩電腦的人 而且在現實當中也長得一副不玩電腦的運動型男孩一樣 那所有有玩遊戲的同儕都跟他沒有什麼交集 然後他原本是因為無聊然後來看他有什麼小實況主在開台 先因緣際會來看到了我的台 後來因為我的關係又看到拉法台 然後他說兩位實況主的講話風格以及跟觀眾熱絡的互動他都很喜歡 老實說我看到這個你知道嗎 洋洋 我看到這個時候拉法在跟我講的時候我已經感到有點 啊 泛淚了沒想到居然會 就是知道有人會這麼喜歡我跟拉法 好 我們的問題所剩不多了 其中有一個問題呢是在問說 算我不知道誰問的 你也不知道誰問的嘛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誰問的嘛對不對 你有比我帥 你有比我帥嗎 這位觀眾在問的 我在猜是誰不問 也說你問的嗎 帥 我告訴你的啊 基本上如果對方是男的 你這樣嗆我能夠比你帥 我告訴你我絕對比你帥 因為我對自己很有自信 怎樣 站出來啊 單挑 我們就約在2月30號 2月30號蛤 對很好非常好 全都說白癡才會問這個問題 欸你不能這樣講啊 你自己問問題然後自己叫你們家 自己說自己是白癡 OKOK 2月30號 OK OK 告訴你們拉 就算你們都很帥沒有我帥好不好 對對對 牙牙最帥了 牙牙是最帥的 我最帥 我帥 我帥 牙牙扮 牙牙扮男生的時候帥爆了 連我都著迷 真的 為我著迷吧 為我尖叫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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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誰要耳機爆了 我的耳朵 我的耳朵 好 欸 接下來是跟你的工作有相關的 你的電腦工作室叫什麼名字啊 我電腦工作室有兩個 如果是觀眾看實況跟我下單買電腦或者是 那個巡價的話呢 我就會用我自己實況台的名字 拉法個人工作室 拉法電腦個人工作室的報價單傳給大家 然後如果是我一般的私底下的客戶 就是我自己去開發的跟以前的客戶的話 我就會用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新創 有人問說你會不會玩minecraft 或者是跟觀眾一起玩多人遊戲 可是我不是記得你常常都在跟觀眾一起玩多人遊戲嗎 對啊 是啊 我其實已經蠻常在玩 只是說開實況的時候我基本上一款遊戲 我都會先實況一個大概一到兩個禮拜 所以如果你們在看台的時候 你們都會發現到說我覺得實況的遊戲 會有一種從一而終的感覺 就是不到破關不到玩爛 我基本上就會一直持續這款遊戲 玩到我不想玩玩子 那多人的遊戲也是一樣 所以有些人會剛好跟到我那一陣子 剛好在玩多人的遊戲 像泰拉瑞亞 像 Hunter World 像很多還有一些可以兩三個人以上連線的遊戲 有些人有跟到就知道 我還是有玩多人連線啦 問題裡面有一個蠻有趣的就是 居然有人問我說 蠟把你吃飽了嗎?大便了嗎? 然後你知道我看成什麼嗎? 不知道 蠟把你吃大便了嗎? 哈哈哈哈 靠好嚇唬 怎麼會有人叫蠟把吃大便 太誇張 就眼殘了沒有辦法 我當下第一個想法是說 哇靠這個問題也太勁爆了 後來我仔細在看的時候才發現 欸我看錯了 呵呵呵 你吃大便嗎? 呵呵 好髒 好髒耶 張爆了 所以 眼殘真的不是只有在實況上嗎? 私底下也是會有一樣的問題 那法很常就是 把觀眾們打出來只看錯 對啊你好像有一陣子 常常看錯大家講的話對不對 對 那時候那一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人之特別的問題 對啊 對啊連我發給他的私人訊息 他都可以看錯 我想說他到底怎麼了 呵呵 這很誇張 呵呵 喔 怕我說是怕我餓死 給我買早餐用 呵呵 明天頭條 因為某某實況主 因為缺錢 卻不使用銀行帳戶 導致街頭餓死 呵呵呵 太可憐了 每個實況主 收斗內的那個心態是不一樣的啊 像我收斗內的心態 我真是希望可以用在遊戲上啊 我當然也不可能說 那個 每一個實況主的想法都要跟我一樣 有些人他可能會拿來做其他事情 挪用其他事情 他可能也不是用在實況上 但是人家觀眾就是爽啊 爽讓他用在其他地方上啊 對不對 有些人就是爽他 對不對 有些人說不定就是 我就是想要爽抖內給你 我就是想要讓你去酒店 對不對 我今天抖個三千枚讓你去酒店 你明天就去給我去就對了 我就是想抖你這個三千枚 那你能說那個觀眾 跟那個實況主有錯嗎 沒錯啊 對不對 他今天抖的人希望 他拿的這筆錢是做這件事情 你要說他做錯什麼事情 對不對 要求酒店直播 哈哈 哈哈 如果真的有齁 我跟你講 絕對會直播 然後呢 讓大家知道說 你看 開個實況 可以上酒店 左擁右抱 哇 真是令人快樂 你看 做實況 真是CC 開張個嘴巴 講兩句話 就有三千美元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一起來吧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啊 每個人 你看開實況的人 每一個人都在講做實況不好賺 做實況很辛苦 做實況是客 是興趣 哪有人 你 你去問 開推曲 開台到現在 有開超過半年一年以上的實況主 你問他做實況好不好賺 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不好賺 可是就是有人想 認為 你們這些人在騙人 每個人都在講不好做的時候 就偏偏有人在懷疑是騙人 詐欺 怎麼可能不好做 不好做為什麼不好賺 為什麼你要做 因為喜歡 高興啊 興趣啊 遊戲這麼好玩 然後可是遊戲 玩遊戲不會賺錢啊 那你為什麼要玩遊戲 因為遊戲可以讓我帶來快樂啊 所以每個人的心態不一樣 因為喜歡而做嘛 而不是因為喜歡做 而不是因為做這件事情 有利益才做 欸 Monkey Lee說 如果窮到快20 用bug換共進晚餐會怎麼樣 窮到快20 用bug共進晚餐 基本上我就沒有辦法出去啊 我一定會跟你約一個 我有辦法出去的時間 因為我說過的 共進晚餐是我出錢 所以呢 我沒有錢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跟你共進晚餐 所以 當然是 我 有錢之後 然後我跟你約一個時間 地點 你方便 然後我出來跟你一起吃飯 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 那個共進晚餐 你們如果要換的話 不要說是 請我吃飯 絕對不是 是我請你吃飯 是我感謝你 在我的台 累積了這麼多個bug 而且不離不棄 所以 我一定要 重重的感謝你 所以我才把分數定那麼高 因為 第一是因為 我沒有那麼多錢 如果大家每個人都換的話 我可能會請客請到 請到我光 光請客 我就不用買遊戲 真的 那靠斗內跟訂閱 訂閱 靠斗內跟訂閱 沒有辦法維持呢 斗內跟訂閱是一種支持 就是 支持這個實況主繼續堅持下去 但是你說要靠這個過生活 真的比不上學家有戰打空 所以我才說 我收入很低啊 可是很 所以我只要一聽到有人說 開台很好賺 我就覺得 你自己去做 我看這時候 你自己開開看啊 你知道一天要打24小時 是一件 我生命在開台 開玩笑 不過那24小時 純粹是因為喜歡玩 不是因為為了要做噱頭 是因為真的不太想關台 就覺得有事情沒做完 不然我 我講真的 我一直到這兩天才有好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天我鼻涕起來比較少 我已經開那個24小時 搞得我生病兩三天都沒好 累死了 我還要努力睡覺 努力的讓自己陪 讓自己的身體恢復 之前的狀態 你太誇張了啦 開成那樣 雖然我沒有資格講你 對啊你那天也是玩 你看吧我就說邊緣世界 真的是一個會讓人忘記世界的遊戲 太誇張了我覺得 這個遊戲太可怕了 不過我還是會玩 多正向思考一點 我真的很欣賞正面思考 我們要努力的往正面思考的方向 對不對 像我們海盜法師也不是常常講嗎 你看一張鈔票 很多人都用過啊 你不過也只是用過的其中一個了嗎 你會在意嗎 你也不會在意這張鈔票被很多人用過 你看這麼正面的思考 我們應該要吸收啊 你看反正關上門 都是假的 暫時的 其實我講真的 我在心裡中 某一個角落 我認同海盜法師的講法 在某一些觀點的情況下 真的 你一直去 琢磨在意這件事情 不會讓這件事情獲得解決 你只會讓你更不開心 但我不能認同的地方是 他今天講的舉例實在太爛了 這種東西實在沒有辦法是假的 那海盜法師拉法欸 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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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完了 我以後 在 牙牙台變成海盜法師 OK 那就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 今天就先實況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拉牙talking show 大家晚安 再見啦 再見啦大家 晚安囉 掰掰